背名 青魔原本盘膝坐着 连站起来也去拉住纪宁 这秦火神杀一名主宰都是轻轻松松 更别提一个小小道军 青魔自然很是担心 不过纪宁走得太快 脚下一脉步 刷的就已经到了秦火神的身旁 秦火神转头来看看走到自己身旁的小不点 小心啊 青魔白容都屏息了 现在想要救也来不及了 你也要吃一个吗 秦火神俯瞰着眼前的小儿纪宁 眼神中满是欢喜 从今晚后你就跟着我吧 纪宁抬头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说道 嗯好 不过你得给我吃的 这么多灵果如果天天都要吃 恐怕没谁供得起啊 不过比你的冻天中那些美食要好的多的 却是多的是 秦火神愈加欢喜 随即有些无奈的看着身后一条条黑色锁链 不过我被困在这儿 要想跟你一起出去也没办法呀 让我仔细瞧瞧 金宁说着就飞了起来 飞到了秦火神庞大的身躯上 朝捆腹翅膀的其中一根黑色锁链靠近了过去 青魔白容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这 这 青魔呆滞了 这秦火神 可是混沌元兽怎么会这么乖巧 不是说混沌元兽喜怒无常 最喜欢吃什么都吃吗 要驯服混沌元兽太难了 他智慧宛如孩童 脾气也仿佛孩童 之前还被某个修行者哄得开心 可能一转头就翻脸一口吃掉那个修行者 即便是西斯族也没什么驯服的办法 只能让三名尊主出手 以绝对实力擒拿下这混沌元兽 不知道啊 反正现在他很听我主人的话 白容也感到纳闷 同时连化作流光飞了过去 想要接近保护纪宁 嗯 趴在那吃着一个个果子的秦火神陡然抬头 眼中有着煞气 看向飞来的白容 青火 乖 他们俩也是我的护卫和追随者 不得伤他们 纪宁站在秦火神背上说道 哦 好 秦火神立即乖乖收起脾气 不再理会白容了 护卫白容吓得心颤 也落到秦火神的背上 主人啊 你得小心啊 这秦火神现在看似听话 可说不定很快就翻脸了 不可能的 纪宁却很是淡然 目光依旧在黑色锁链上 那可是混沌袁兽啊 护卫白容依旧不放心 纪宁摇头 转头目光扫过白容和远处的亲魔开口道 从今天开始 秦火他也将追随于我 主人 你 护卫白容顿时明白了 北明 这秦火神 难道已经臣服了 远处的亲魔也传音震惊 纪宁点点头 他不再管这一护卫 以追随者的震撼复杂 他只管埋头去研究那黑色锁链 护卫白容 亲魔主宰 他们俩的确处于震撼中 收服一头混沌袁兽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 混沌袁兽太罕见太稀少 而且主宰们也不懂怎么驯服 西斯族也不懂 恐怕也就高高在上的至尊 才懂得怎么驯服吧 所以要收服一头混沌袁兽 一 要真的走运到一头 二 便是有驯服之法 他们也明白 他们追随的纪宁 应该有驯服之法 且不知不觉 已经驯服了这头禽火兽 驯服禽火兽 真是了不起 太了不起了 可惜这头禽火兽 一直被困在这 如果能放出去的话 凭借这头禽火兽 被名堂的名气地位 就将达到极高的地步 谁还敢招惹他呀 谁惹了他 他一声令下 这头青火兽就杀了过去啊 青魔主宰惊叹唏 青火神的报复 便是达封领主都阻挡不了的 所以没谁愿意去得罪一位 有混沌元兽 追随的大能 青魔也飞了过去 知道青火神被收服后 他也就不再担心了 怎么样 北明 能解开锁链吗 青魔飞过去 连声问道 如果解不开 那么就是空欢喜一场了 收服了 对外界也没什么威慑力 静宁周眉盯着看着 这黑色锁链 实际上是无数的黑色丝线 编织而成 每一条黑色丝线上 都有着无数小阵法 这些小阵法倒也不算难 以静宁如今的阵法一道境界 还是很轻松就破解的 不过 这看似寻常的无数小阵法 雕刻在丝线上 这些丝线缠绕在一起后 又构成更繁杂浩大的阵法 每一条锁链都有镇压之效 也有汲取能量之效 镇压之下 青火神身体都被完全压制 连变大一丝都做不到 好玄妙的阵法 静宁神行动了 刷刷刷 接连前往其他五条黑色锁链进行探查 这次探查的倒是很快 嗯 和我预料的差不多 六条黑色锁链几乎一样 彼此又能配合 金宁脑海中掠过了无数的念头 欲要破解这阵法 其实啊 早先远观时 他就有了些预料 近着后看 彻底明白这六条黑色锁链的所有阵法 可是 看清楚是一回事 要破解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怎么样 能破解吗 青木 你比我还急啊 能不急吗 这可是混沌元寿啊 能够带一头混沌元寿 真是可以横着走了 虽然是你得到 可我也是你的追随者 你赶紧说赶紧说 能破解吗 当然能啊 厉害 佩服啊 我看到这黑色锁链上的阵法就头疼 你竟然有把握 那你这阵法一到 恐怕主宰中能给你比的也没几个 金宁笑了 这是当然的 自己的阵法一到 论修为 也是圣城之主级数 除非是凭借阵法一到 河道成就主宰的 否则 的确很少有能超过自己的 而靠阵法一到 河道成主宰 何等之难呢 那太稀少了 至少十六玉界联盟内 根本就没有 那大概要多久啊 青木问道 难说 估计几个混沌计吧 真快啊 几个混沌计就成了 纪宁暗暗嘀咕 说是几个混沌计 实际上第二原神时间加速下 那就是几百个混沌计了 这锁链阵法 其实非常难 自己是有西斯族 同意流派法门参照 加上本身阵法性戒高 这才有希望破解 即便有至尊 实态辅助 估摸着都需要几百个混沌计 静宁道也不介意 因为他的终极剑道 已经是难以再进 再进便是要河道了 所以多参悟些 其他法门 阵法 水行一道 火星一道 时间空间等等 这类都参悟 参悟多了 对自己将来河道 也有帮助 毕竟一切道 都是有相通点的 秦火 我出去一趟 等会再过来 吉宁说道 同时飞了下去 哦 秦火神忽然抬头 看着飞行的 吉宁身影说道 哎 你不会丢下我不管吧 不知道为什么 秦火神就想 一直和吉宁在一起 放心 我很快就回来 心中则是暗暗感慨 这秦火神 乃是混沌元兽 生来就强大 他只会本能的 使用强大的力量 根本没有钻研过 连魂魄真灵 被至尊手段 无形的渗透控制 都没意识到 不过 一直能够这么无忧无虑 也是一种快乐吧 哇 红铜色大门开启 吉宁白龙青魔 都朝外飞去 怎么突然要出去啊 青魔边飞边问道 要破解了锁链 得很久 在这之前 我得先去放出九尘 吉宁说道 九尘 就是你不顾生死 闯进摇火镜 要救的那位好友吗 对啊 他是我的生死好友 吉宁驾驭着玉界非洲 很快就来到了九尘所在处 一吸银袍的九尘 盘息坐着 周围火焰腾绕 嗯 九尘看到远处一道流光 很快飞进 正是一艘有着陈旧的玉界非洲 那非洲中飞出三道身影 为首的那背着黑色神剑的白袍少年 正是他的好友 北明道君 纪宁 北明 九尘一喜 心中也很复杂 当初摇火镜发生的事 他作为事情的起因 古修行着异族内部 都已经告诉他了 他知道 纪宁因为救他最终成功杀了飞雪城主 可也中了飞雪城主最后的报复 让其他一座座玉界的主宰帝军们 都杀过来 欲要抢夺那一艘玉界非洲 结果是好的 纪宁让青魔主宰成了追随者 让各方都知难而退 可在心中 九尘却很感激 因为他明白 纪宁在这过程中所冒的风险 走错一步 恐怕就会丢掉性命了 九尘 纪宁笑着过来了 怎么突然来我这儿了 难道你破解的阵途太无聊了 九尘笑道 这些年 纪宁也早就告诉他 需要完全破解阵途 才能掌控这个牢狱区 不是无聊 是已经破解了 你可以出来了 出来 九尘一愣 噩梦般的牢狱 就这么能出来了 纪宁轻轻一指 哇 眼前的火焰 囚龙火焰立即分开 分出了一条通道 还不出来 在里面准备带到河道 经营业语道 原本发愣的九尘 立即化作一道流光 窜了出来 我真出来了 九尘站在虚空中 看了看自己身体 又看了看身后那座 火焰囚龙 有些难以置信 竟然就这么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的就出来了 你出来的轻松 可我破解阵法可不轻松啊 至尊十台 西斯族文明 关于这一流派的阵法记载 这二者缺一不可 哎 知道你辛苦了 诺 你得到御界非洲 恐怕缺少这一部件吧 给你了 就到你的辛苦费了 要再多宝贝 我可就没了 说着 九尘就扔出一块 御界非洲的部件 机宁见状也没拒绝 他们俩好兄弟 心中自然清楚对方的心思 御界非洲开始吞行那一完整部件 他表面也在蠕动修复着一些损伤处 很快 整个一艘御界非洲 就只剩下极少许的一些伤痕 主人 一天近乎都修复了 内部都完好 只是还缺少些真材 外表无法完美修复 御界非洲之灵立即传音 不过进行时空穿梭 和完好的没什么区别了 纪宁点头 这也是他准备送给至尊的 如果受损太严重 纪宁也担心至尊不满意 这位是清魔主宰吧 九尘看向纪宁一旁的瘦小老头 却不敢怠慢 略显恭敬道 九尘见过清魔主宰 嗯 北明和你的确是生死交情了 修行路上能有几个生死好友也值了 清魔主宰表情有些复杂 随即他意识到自己情感外漏 又笑道 你这次被困 北明来救你 最后闹出的风波可真不小啊 那么多主宰帝君都来了 九尘也有些感慨 这次的大风波源头的确是他 北明 我也出来了 准备离开摇火镜吗 九尘问道 我在摇火镜还有事 暂时不出去 哦 那我就走了 我现在最大的追求就是河道 我还是得去冒险经历 一直和你待在这摇火镜 对我河道也没什么帮助 好 这是出去要小心 放心吧 不会再那么倒霉的让你来救我了 说着 突然上前和纪宁拥抱了一下 放下后 转头便飞离开去 高声道 好好修炼 我可是准备要河道的 我们兄弟到时候一起河道成功 声音还在回响 九尘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远处 纪宁也感觉到九尘对河道的渴望 以及决心 一起喝到成功 纪宁转头便返回了 生死好友倒也不必一直在一起 彼此心中有这么个好友即可了 岁月如水 九尘在外漂泊闯荡历练 也有些际遇 纪宁则是在摇火镜内 一心钻研着那黑色锁链的阵法 当然 他也将牢狱区的所有牢狱宝物 也一扫而空 这才算是真正赚大了 虽然之前也从十六玉界联盟的那些主宰帝君身上 威胁到了一些宝物 可加起来也就抵上一两名主宰的宝物 而牢狱区的宝物 那就多得多了 既宝宁进阶 一扫而空 转眼又是五个混沌机过去了 在距离阎龙玉界无比遥远的一座黑暗区域 那黑暗虚空中有着巨大的三角形区域 那区域内有着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宫殿 每一座宫殿都放着耀眼的金光 这里便是修行着文明真正站在最巅峰的至高存在 红然至尊的洞府 至尊们行踪难寻 红然至尊已经算是很好的一个了 因为它几乎一直待在自家洞府 是最容易寻找到的 在最高最巍峨的一座宫殿的近市内 呼啸声在响着 一颗头颅大的灰色圆球表面 无数纹路时而浮现 时而凹陷 发出诡异的呼呼声 整个灰色圆球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着 真美丽 真是漂亮啊 旁边一名黑色长袍的秃顶老者 脑袋上的两条肉须都仿佛在舞蹈 他一双金色眸子满是欢喜色 贪婪的看着眼前的灰色圆球 真是完美啊 仅仅是一分力量 经过内部不断传递引导 竟然能爆发出毁灭天地的力量 西斯族的造诣真是太高了 当年我们几个老家伙 个体实力虽然占据绝对优势 可也差一点被西斯族给击败 真是了不起 西斯族真是了不起啊 我到现在都没完全琢磨明白呢 秃顶老者兴奋贪婪的看着 仿佛看着什么挚爱一般 当年一不小心力量用大一点 坏了这宝贝 不过我轰然真是太了不起了 虽然没琢磨明白 可一样是修复好了 秃顶老者看着这灰色圆球表面纹路的不断起伏 内部的不断运转 他越加欢喜 他的目光能够透过一切阻碍 看透着灰色圆球内部的精密运转 这种运转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绝顶的美 忽然那灰色圆球飘浮过来 飘到秃顶老者身前 秃顶老者脑袋上两条肉须 抚摸着这灰色圆球 虽然修复成功一个 可如果让我炼制 我却炼制不出啊 秃顶老者轻轻摇头 西斯族的底蕴 终究比我修行者要强 西斯族一路下的无数宝物 要完全破解 不知道该等到何时啊 秃顶老者跟着一挥手 面前的灰色圆球就凭空消失了 哇 静视开启 秃顶老者背着手 宽松黑色长袍拖在地上 悠闲的朝外走去 主人 走到宫殿门外 立即就有一轻衣少年迎接过来 满是喜色 主人 你修复好了 嗯 我出手 哪有失败的 我是谁 我可是至尊啊 是是是 显儿 那个阎龙御界北明道军请我出手 这才过去十几个混沌机而已 我说 这次挺快的吧 秃顶老者颇为得意 嗯嗯 这次是快 轻衣少年也点头 这已经是 红然至尊 答应帮忙效率最高的一次了 我走了 去阎龙御界了 秃顶老者说道 随即一挥手 哇 仿佛水面 涟漪荡漾 秃顶老者一迈步 就消失在涟漪中 消失不见了 天仓宫 自从当初摇火敬意以后 天仓宫的众多弟子们 很快又返回了 而且天仓宫 也是瑜伽的繁华 纪宫 天仪帝君的法身高声喊着 来到了纪宫的住处 这天仪帝君的本尊 如今就在道蒙先宫 也算道蒙先宫的主要办事一员 和金元帝君 黑云帝君走得很近 天仪大哥 何事这么接啊 金一纪宫独自在锤吊 优贤自得 大事啊 天仪帝君眼睛瞪得滚圆 压低声音道 道蒙那边刚得到了消息 便让我赶紧告诉你 红然至尊已经离开洞府 正朝我们阎龙玉赶来 随时可能到达 什么 金银身体一阵 跟着才醒过神来 连忙扔下鱼竿起身叫击道 红然至尊什么时候到 以至尊的实力 虽然他的洞府 距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 可他的速度却快得很 一切都很难说呀 快则随时可能出现 慢则路途中 说不定在某处地方小小逗留一下 逗留个三五混沌计什么的 纪宁感到自己都紧张了 即便道心如此之境界 依旧为之紧张 终于要来了 等了这么久 拼了这么久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即便是河道 都没有这一天让纪宁期待 他期待的就是能够让师姐 于为复活 能够再次相聚 有妻子相伴 活个数万混沌计 纪宁也很满足 远比自己孤独永远活着 还要开心 对 玉界非洲 纪宁一个机灵 立即反应过来 我得将玉界非洲立即带回来 随时准备好 红然至尊过来 帮忙出手 那是需要自己献上玉界非洲的 到时候没有玉界非洲 那该多难堪呢 于兴海摇火境内 隐秘空间中 那一头秦火神 依旧被囚禁在这 纪宁 青魔 护卫白蓉 都在此陪着 清火 纪宁喊道 哦 主人 秦火神乖巧硬道 这五个混沌进下来 他已经习惯喊纪宁主人了 我有要事 要出去一趟 应该不会太久 你不会不来吧 秦火神对纪宁 依旧明显依恋很重 纪宁有些头疼 偌大威名的混沌元兽 却仿佛孩童一样 纪宁呢 却只能哄着 放心 一定会来的 你睡上一觉 睡醒了 我也就到了 等我下次过来 连着锁链过不了多久 就能解开了 嗯 嗯 好 我们走 纪宁当即转头便走 红铜色的古老大门再度开启 纪宁 青魔 护卫白蓉 都飞了出去 秦火神看着纪宁离去的背影 带着大门轰然关闭 他才无奈的又趴下 不过 他早就习惯了寂寞 很快就闭上眼睛 陷入了沉睡 没多久 纪宁青魔 护卫白蓉 很快又来到了 摇火镜的另外一个隐秘空间 这就是摇火镜阵图 青魔主宰看着法坛上 仿佛巨大花朵的阵图 对 怎么 你能破解吗 哎呀 不懂啊 感觉这阵法奇怪 和我琢磨过的阵法 完全不同啊 纪宁笑了 西斯族文明的阵法 和修行者文明 的确走的是不同方向 如果没有法门指引 看都看不懂 纪宁一挥手 顿时一道火焰流光 降落到一旁凝聚成的一尊地基傀儡上 这是纪宁当初在魔像石壁内的西斯族遗迹中 搜到的其中一尊傀儡 这是摇火镜阵图 最外围和火焰通道的掌控法门 纪宁扔了一玉碱过去 你赶紧学会了 学会了 给我好好掌控这个摇火镜 是 火焰低级傀儡 连声恭敬硬道 纪宁赐语的 仅仅是简单的控制法门 既然已经从根本上完全破解掌控 纪宁自然能够轻松创出控制法门 不过 仅仅是控制最外围和火焰通道的 至于控制牢狱 所需法门太复杂 纪宁短时间也编不出来 记住 这火焰通道中如今正困着一名主宰 纪宁指着周围的无数通道虚影中的其中一个说道 你要注意他 一旦他敢乱跑 你就立即引动威力最大的一些机关禁止 直接将他给击杀 或者困住送到牢狱区 是 当然 他很怕死 我估计他也不敢乱动 纪宁安排妥当后也放心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清摩 白容 我们走 纪宁对清摩也没什么戒心 因为追随者誓言都是很苛刻的 自己要赶回炎龙玉界 自然没法一直用神力化身控制阵徒的 只能靠傀儡 地级傀儡的智慧还是极高的 掌控些简单法门是很轻松 须知 一些大能死后留下一些遗迹 很多都是一些阵法之灵 法宝之灵 或者强大的傀儡 掌控住遗迹 以待后来者 傀儡受命悠久 只要不被炼化 绝对不可能背叛 所以 不管是西斯族还是修行者 都很喜欢用傀儡 一切安排妥当后 吉宁他们三个驾驭着一艘玉界非洲 立即穿行在火焰通道区域 摇火镜的火焰通道实在是太多太长了 即便玉界非洲如今已经更加的完好 飞行速度要快得多 也飞行了两天多才穿过整个火焰通道区域 出口在那 吉宁因为很了解整个阵途 也知道如今摇火镜的缺陷 毕竟被完全攻破过 吉宁很容易顺着缺陷 轻易的就进去了 欲界非洲冲进了火焰中 很快发现一道 宛如峡谷般的缝隙 从中穿梭 经过半个时辰的飞行 一次次前进改变方向 总算轻松的离开了摇火镜 尽快赶回阎龙玉界 轰然之尊随时可能出现 吉宁太激动了 眼睛都有些泛红 这毕竟是他如今修行路上 最看重的事情 小家伙 别急别急 一道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刚飞出摇火镜的吉宁不由一愣 跟着他就看到外面虚空中 正有着一名黑色长袍 秃顶老者 这秃顶老者有着金色的双眸 头顶还有两条肉须 肉须飘荡着挺有趣 这秃顶老者也是笑眯眯的 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想要笑 跟着 这秃顶老者就凭空消失了 人呢 我在这儿呢 秃顶老者笑呵呵的 金宁一转头 这秃顶老者就站在身旁 这让金宁暗暗亥然 能够在御界非洲主人不知不觉就进入到非洲之内 这份手段已经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须致 这艘御界非洲自己才是主人 自己完全掌握炼化 可对方就这么轻易的出现在这儿了 贝鸣 见过至尊 金宁连忙恭敬行礼道 青魔 见过至尊 青魔主宰也恭敬应道 护卫白荣则是站在金宁身侧 也跟着恭敬行礼 却是没吭声 不管是金宁还是金宁 都是非同一般的大能 他们的眼光都是极高极高的 自然能够发现这秃顶老者的可怕之处 比如他们俩就根本发现不了这秃顶老者身上 有任何的因果纠缠 须知 任何修行者只要活着 就会有因果 可这老者身上 他们俩就感觉不到任何的因果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哎呦 倒是挺聪明啊 秃顶老者笑呵呵说道 目光却是看向摇火镜的方向 好一座起火狱 西斯族的确厉害啊 抓着一头混沌元兽为能量源泉 竟然这么轻松的就能利用混沌元兽的力量 哎 看着混沌元兽的魂魄真灵啊 应该已经有主人了 哎 是你这个小家伙 秃顶老者看向金宁 金宁震撼 一直听说至尊多厉害 可仅仅在摇火镜外面看一眼 就知道有混沌元兽 还能知道混沌元兽主人就是他自己 强悍如此的西斯族 也难怪最终败在至尊率领的修行者文明面前 实在是至尊太厉害 已经达到一个非以所思的境界 对至尊而言 便是这混沌元兽都是不值得一提的 因为他们轻易就能将其灭杀 嗯 是我 金宁应道 混沌元兽乃是这浩瀚的混沌宇宙本源所孕育 都受本源之钟爱 各个大气韵加深 大多数修行者根本连剑都见不到这些混沌元兽 图顶老者看着金宁笑赞道 你虽然气韵极高 却依旧不及那混沌元兽 你能见到这混沌元兽 怕也不容易吧 金宁一愣 他略微一想也就明白了 混沌元兽太受混沌宇宙本源的钟爱 想要见一面都很是难的 的确 自己虽然很早就到了摇火镜 也是经历了万难破解掌握阵图之后 才发现那一头混沌元兽的 由此能看出本源钟爱 大气韵加深也不算什么 不一样被西斯族抓住囚间的无尽岁月 破解了摇火镜阵图 才见到这混沌元兽的 金宁说道 善待他爸 对你有好处 走吧 去你的家乡 图顶老者说道 这话音刚一落 周围时空就扭曲起来 一切变得虚幻 带着扭曲的时空恢复正常 金宁一眼便看到远处的一座混沌世界了 这 已经出了于心海了 金宁略意感应自己的法身和第二元神 立即明白自身的位置 不由心中惊骇 不过表面上还是很镇定的 我这就带前辈去我家乡 金宁说道 不急不急 我将这欲界非洲挪移到这 是这里有一位小家伙需要救助啊 图顶老者喊道 跟着就搜的穿过玉界非洲 朝旁边那座混沌世界飞去了 需要救助 让堂堂至尊去救助 金宁轻魔彼此相识 都有些纳闷 这是谁呀 居然有这么大的面 咻咻 暂时收起玉界非洲 金宁轻魔白戎 也跟着那座混沌世界飞了过去 飞进混沌世界后 清晨道军 你如今陷入我这大阵中逃我可逃 只要三万年时间 以大阵之威就足以将你化为飞灰 真灵泯灭 你一个小家伙以为突破到生死道军 就能反抗我了 这一方混沌世界 依旧一切受我掌控 没谁能够委逆我 一名红发老者 盘西坐在山崖之巅 俯瞰着下方的峡谷 峡谷中正有着黑云滚滚 内有火焰翻腾 偶尔能够看到一道 看似柔弱青年的身影 盘西坐在峡谷的半空中 受到诸多磨难 那柔弱青年身影盘西坐着 口中默默念着 却根本不理那红发老者 这方混沌世界 本就是我开辟出来当洞府的 所有生灵生死 自然都在我一念之间 我想要如何就能如何 真没想到 就这么一座混沌世界内 竟然还诞生你这么个妖孽 不知不觉 仅仅因为我无聊 留下了一些所谓的奇遇 你就能跨入生死道军境界 红发老者此刻胜券在握 畅快得很 你一个一步道军 竟然能和我堂堂的三步道军 斗得不相上下 我真的很佩服你啊 你这等天资如果在外界 恐怕会被顶尖大势力 给手拢过去 可惜你得死在这儿了 是啊 你得死在这儿啊 一道声音响起 一个大脚落了下来 啪唧 就踩在那个红发老者身上 红发老者整个人瞬间 一个亮枪跌倒在地 便一动不动了 那个大脚的主人 这才落下 正是那个笑咪咪的秃顶老者 同时晋宁清魔白容他们三个 也落了下来 难怪那座混沌世界 有着重重封闭尽致 怕是两步三步道军 都无法穿透啊 晋宁传音道 原来这个死去的道军 所开辟出来的是当洞府用的 红然至尊出手 就是为了救那个小家伙 清魔则是看着下方的峡谷 只见秃顶老者 已经踏着虚空走了下去 轻易就撕扯毁掉阵法 见到那个柔弱的青年 和那看似柔弱 可目光却平静 仿佛看尽无数悲苦的青年相见了 似乎二者在说些什么 那一个一步道军 看他的眼神 我能感觉到 他经历了很多苦难 这一番混沌世界 简直就是炼狱啊 既你目光一扫 便看到这一番混沌世界内的一切 那魔军显然尽情折磨 蹂躏着这一方混沌世界的所有生灵 这些都是他的玩物 片刻后 我们走吧 图顶老者又来到纪宁他们身旁 嗯 纪宁清魔也看了眼峡谷中那名叫清晨道军的 下方的清晨道军也抬头略带疑惑的看见那几个陌生的修行者 他哪里知道 眼前这几个人物 一个是极可怕的傀儡 一个是最妖孽的道军 一个更是主宰 最后一个老头 更是修行着文明中最巅峰的至尊 至尊 在飞回的时候 清魔忍不住问道 你为何要出手就一个一部道军呢 你没感觉到他气运很大吗 如此大的气运 当然得帮一把呀 气运大 就要帮吗 气运 只是辅助 实力才是根本 气运再大 面对绝对实力一样得丢掉性命 当然得帮了 这你就不懂了 每帮一次 我的气运也会增加 做这种顺着混沌宇宙本源的 气运会不断增加 当气运达到一个极高层次后 你就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啊 那就是各种真奇罕见的宝贝 我随意出来走走就能碰到呗 坐下来 屁股下坐着的大山 就是一座真奇矿脉 看到一棵树 那就是难得一见的果树 各种宝贝送到我面前 这种感觉真是痛快呀 不过 这次帮你逆转时空复活一天仙 这就是 违逆混沌宇宙本源了 我的气运 得下降不少咯 季宁显得尴尬 哈哈 和你说笑而已 气运少些也没什么 修行到我这一层次 气运也就没意义了 也就是图个乐子 图顶老者目光一扫 轰 周围虚空 忽然一切都退散 一切因果 一切时空波动 一切无形气运影响 进阶被排斥 周围形成了绝对的领域 周围一片寂静 季宁轻魔都感觉到 自己一动不能动 这是无形的压制 连混沌宇宙本源 都被压制退散 更别说他们俩了 看 现在这片区域 混沌宇宙本源 都已经感知不到了 这里啊 是我的领地了 图顶老者笑咪咪的 季宁忽然想起来 青花洞府周围那片虚空 同样是混沌宇宙 本源力量退散 压制程度 没有红然至尊 亲自施展来的大而已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小家伙 你修行终极之道 如果能合到成功 你估计就能明白了 好了好了 赶紧将御界非洲拿出来 带我去你的家乡 是 纪宁清末白容 都感觉自己又能动了 立即驾驭着御界非洲 仅仅一次短距离的 时空穿梭 御界非洲 就已经来到三界的 那一片虚空了 虚空中 图顶老者 看着远处新的三界 惊叹道 哎呀 好一座混沌世界 这座混沌世界 看着就很不凡 难怪能出你这样 终极之道的妖孽道军 他已经破灭过一次了 纪宁只向新的三界旁边 一处虚空说道 那里曾经是我的家乡 也是当初三界其中一个世界叫大下世界的地方 我的道理就曾经和我生活在大下世界 原先的三界规模要大得多 毕竟原先的破碎的有天界地府有三千大世界 分散的也够广阔 而现在新的三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占领的空间倒是小了多了 大下世界当初的位置就在一片虚空中 哦 就在这儿对吧 图顶老者走了过去 笑呵呵的 同时周围场景开始变换 迅速快速的开始倒退着 在时光倒退中 很快过去的三界场景就显现了出来 慢线 吉尼连声说道 放心我会先找到过去的你的 哎 找到了 旁边出现大下世界的虚影 也出现了当初的黑白学宫 黑白学宫内 当初刚进入黑白学宫的吉尼和世界余威 正要开始比试 黑白学宫 图顶老者只向那余威的身影说道 这个就是你的妻子吧 对 对 吉尼感到自己的气血都在沸腾 紧张 他很久没这么紧张了 哎呦 他对你的影响还真够大的 且待我逆转时空 让他再活过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